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末又有一波系统又会在接近 所以春天呢 今年的这个春天的封面的活动呢 还蛮旺盛的 那台湾的温度来说的话 大致上这几天都比较像 有没有看到15到18度左右 那其实就有点凉凉的感觉 接下来呢 到礼拜四五之后 就会慢慢的回升 这几天有几天是好天气 之后可能会再有变化 那南部来说的话就也有变化 礼拜一礼拜二比较凉一点点 21到25度 跟前几天28 9度不一样 一直要到礼拜四五之后才会明显回温 所以请大家留意的 哪里会下雨 这次封面大概是云嘉南以北 这个比较容易有雨 然后靠山区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礼拜二礼拜三 持续都有封面云气移入 然后礼拜三会开始缓和 改为吹东风 礼拜三礼拜四改为吹东风 就变成东半部的这个雨势 所以每天都会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大致上呢 北部恐怕要等到礼拜三四之后 才会改变 特别是礼拜四之后 其他各地方都是容易有雨的天气 请大家多留意了 那今天晚上呢 当然很多地方都可能都会下雨 北部呢雨会比较大一点点 越洋中南部是偶尖雨的情况 然后大致上呢 温度会有点下滑一点点 明年清晨呢 有没有看到15到18度在台北市 其他中南部呢 都是18到22 3度 因为云量比较多 有点东北风下来 所以有点凉的感觉 请大家稍微多留意了 各地呢 在礼拜一礼拜都是会下雨的 我们请大家给大家一点建议 风面云雨带持续的移路 持续降雨到下周二 周三 请大家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 早晚比较凉 注意一下穿着 尤其在这个疫情敏感的期间 不要感冒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